哈喽各位小伙伴,好久没有给大家拍视频了 感觉自己快成为一个连根up主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Tunet Scale套娃到EXSI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分享 那么本来以为就是我装了EXSI然后把原来的那些硬盘啊 把那个Tunet装到那个EXSI里面会非常的麻烦 可能要折得很久 结果没有想到的硬盘直动还有网卡直动是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们就来进入正题 我们先来说一下EXSI的安装 那么整个过程非常的方便 那我以macOS为例 那你首先是要准备一个U盘来做一个启动盘 那官方文档里面它是有很多的安装方式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它的官方文档 那么以macOS为例的话 我这边选择好硬盘之号 我只要把它格式化一下 那格式化我们选择fit 那schema的话我们选择must port record 然后点擦除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启动盘它其实就做好了 我们只要把文件塞进去就行 那么从官方下载我们的那个镜像文件之后 你把它打开 打开了之后呢 就是把这所有的文件复制一下 复制到我们刚才格式化的硬盘里面 然后你拿着硬盘就能去启动机器 然后去安装系统了 这一块非常简单 因为我物理机已经装好了 所以我这边呢用虚拟机给大家演示一边安装过程 那么整个过程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输入一下登录的密码就可以了 那么你把磁盘它进去之后呢 它会进入一个漫长的一个引导的时间 那你可能要等个几分钟 所以也不用去在意它 它并不是一个死机的那个现象 好那经过漫长等待 它出现了一个幻影界面 那我们点继续 然后按F11同意 然后按F11同意之后 它就会撒描你的硬盘 然后我这边的话只分给它了一个虚拟硬盘 所以你直接点回车就可以了 那如果有其他硬盘的话 千万不要写错哦 ok 那我到这边呢 就输入你的root的一个密码 你回头用ssh连接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密码 那么你在登录网页的时候也是用它 所以你输入好之后千万不要忘了 然后继续 这边再按一下F11 开始安装就行了 好那么这就安装好了 我们重启一下 好那么启动之后啊 它就会显示一个网址 那么你通过这个网址 你就可以去访问它的外备页面 我们选择继续访问 然后输入它的root用户 那就是你在设的 这里呢就是它的整个一个exsr的页面 然后呢我们这边啊就进入我的正式的那个物理服务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是怎么直通硬盘直通网卡的 那这是我物理机的那个esxi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那个两个cpu40核 然后有256G的一个内存 那么配置的话还是不错的 那么在电脑呢 我原来是主要是做那个tunet scale的一个系统 然后我现在把那个系统盘干掉 然后装了esxi 然后呢我在essi里面呢 我又把它套了一个tunet scale 那现在对于我来说 最大问题就是说 我原来机器上的所有硬盘 我都是给tunet scale用的 它是zfs 所以essi它是没有办法识别的 就算识别了之后啊 它也没有办法直接去给那个tunet scale用 所以硬盘直通呢 就是我这边唯一的一个方法 就是不破不破坏 我原来所有数据的一个情况下的一个唯一的方法了 那么呃 这边的话给大家讲一下呃 直通硬盘的一个两种方式 那么呃直通硬盘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把它的一个PCIe啊把它给止通了 呃 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你PCIe上面所有的一个sata设备啊 你都会被止通 就你不能耽搁的止通 呃 但是呢 这种这种方法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基本上所有的 只要是一个PCIe的设备啊 你都能通过这种方式 直通给某一台虚极 然后另外一种硬盘直通的方式呢 就是你去把那个硬盘直接映射 它的一个存储的一个虚拟机的一个硬盘文件 就是这个vndk的一个格式的一个文件 你印上好之后啊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带到我们的那个虚拟机里面直接去使用 啊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在调整这个硬盘的时候啊 你的文件啊都要全部重新的去那个设置一遍 啊 两种方法的话就是有利有弊吧 那么我这边呢 主要是也是给大家那个PCIe直通的一个方式 这里不仅仅是硬盘 就刚才提到 只要是PCIe设备 都可以通过这个同一种姿势把它给直通起来 那么我们先要把它的那个SSH打开一下 因为PCIe直通的话我们需要改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找到SSH的话这边点直通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去需要去找到我们设备的它的一些那个 供应商的编号设备的编号 那么你再点一点点PCIe设备的时候 它这里有一个快速的一个选项 就是你选择那个支持直通 它就会把所有的支持直通的一个清单法给你列出来 那么我发现就主板上面的那个NVMe协议的它的一个硬盘 它是直接可以支持直通的 只有那个SATA协议的它的一个SATA的那个PCIe的一个设备 它是不支持的 那你可以这里看的事情是因为我这边已经设置过 所以它在这个列表里面 那么正常的情况就是你要在它的一个所有列表里面 你要去找它的一个设备 正常的话它的设备里面一般都带AHCI这个不是一样 那你找到这个设备你就知道 OK这是你的那个SATA的它的一个控制器 那么你要把它的那个设备IDR 然后把这个设备一双编号还有它的一个子类给记一下 那如果你在这里实在是找不到你的设备的话 也可以通过它固定的一个子类的一个ID 那这个01106这边去找到它的那个SATA设备 那我这边给大家演示一把 那首先就是你刚才开启了SSH服务 那么我们就连到了它的一个足迹 用户名就是你登录这个网页的一个LOT的一个用户 然后密码也是一样的 大家用那个Linux用的比较熟的就知道 我们只是把它的一个PCI的一个设备列表 把它列出来 然后通过关键字的class 0101去找到这两个设备而已 那么找到这两个设备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的编号跟我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8086 这个A182是下面这一个A182 然后另外一个AED啊 就是这里的AED啊 那么这几个设备之后 我们去改它的一个文件就OK了 我们要改的是etc目录像 vmr里面的一个pass through 就是看名字就知道是直通的一个mapping表 好我们要在文件最后添加这里好 那你有多少个设备你就可以在这里添加多少行 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相关的设备 它的后载都是一样的 就这里是那个D3D0 然后这里是default 这里给它抄就可以了 但前面这两个就是你要根据你的设备 德国医商8086把它写上去 然后你的设备ID 这里把它写上就OK了 这两个写上之后啊 你把它保存 保存之后我们重启一下essi 然后再进入这边 你就会发现你这个PCIe的设备在这个列表里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点一下切换直通 它就能直接去直通这个设备 那么直通的话 它是有两个状态 一个是活动 一个是禁用 好这里举个例子吧 这里我有个网卡 我有个网卡 啊默认 这里默认它是那个没有直通的 然后我们点一下切换直通 它这边刷新一下之后 这一点就会变成一个活动状态 那么你这边的硬盘 照顾我两块硬盘 其实不是两块了 就是我两个那个芯片局的那个PCIe 或者被它也是这样一个插座 点了之后它就直接直通 然后我们把这些直通的设备 配置到虚拟机里面就可以了 哇 那么我这边顺来提一下 就是说 嗯 像你的那个ESXI 它装的那个安装盘 比如这就是我那个安装盘 AT的安装盘 它是没有办法直通的 虽然它这边 显示就是这种 但是你是没有办法去直通的 包括它的一个网口 那么我主板上呢 正好有两个那个万兆网口 那像这一个的话 我就是给了那个ESXI用的 那我这边比如说点一下切换直通 它这边啊 就直接包出来 因为就是我的那个ESXI 它是必须要有一个去直接给它用的 那么像另外一个就是网口唯一的 就是001 这一个的话 我是直接直通到了那个TuneSky里面 然后网口这一块的话 基本上我看到应该都是支持直通 如果不支持的话 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 像直通硬盘那种姿势 把它的那个设计背变号啊 那相关的东西把它提取出来 然后加到那个直通的那个Mapping表里面 就可以了 那么网口这边有一点就是说 你在安装的时候 你不要一下子把所有网线都藏上去 你一个一个去查 因为你全部藏上去的话 你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到底哪个对应哪一个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虚拟机的一个挂载 先简单说一下 就是咱们怎么在ESXI里面创建虚拟机 是比较方便的 就是跟我们那个桌面板 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区别 还是就是下一步下一步的做一些选项 比如选择我们一个系统 然后选择它的版本 然后再下一页 这里就是选择它存放的一个文件 那这里的那个DataStore1啊 就是我们木轮安装好之后 它自己取的就是我们那个安装盘上面的一个存储的一个名字 这个存储的路径就在我们的安装盘上面 也就是我们那个系统盘 然后点下一步 这里的话就是配置它具体的CPU内存硬盘的一些选项 那么如果你是直通设备了 你就不是添加硬盘啊 或者添加网络设备器了 而是这里点添加其他设备 然后点添加PCI设备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把那个相关的 比如说像SATA 这是两个SATA的一个PCI设备 然后这里是那个网卡的 比如说你要添加这个网卡 把它添上过去 然后你还要再添加一个 那你这边再点一下 然后再去选择你要添加的 这是同一个对吧 然后再点下一页 这一点完成就可以了 但是啊 但是PCI它是有个小缺点 就是说如果你这边直通的是PCI的一个设备的话 这好像有八个为什么返回过来就没有了呢 添加这个PCI设备啊 你需要在内存这里 你要把那个预留所有客户端的那个内存 把它全部给勾选 否则的话 你这台那个讯捷 它是没有办法启动的 所以你你就是必须做的一步 然后点完这就OK了 这里的话我就不演示了 因为这里已经止通了 在这边 我这里有几个PCI设备就是就是我两个那个SATA口的 然后呢我把我的一个那个UR接口的SS也直通了 然后呢就是这里是另外一个那个万兆的一个网络卡接口也把这个直通 然后呢我这边可以看到外景把那个客户端的客户机的内存 我都去全部预留了 那么你装下来之后它到底有没有成功的呢 很简单就是你去看你在安装硬盘的时候你的一个硬盘安装那些选项 是不是你真实的那些硬盘的名称那些设备 包括像我这个TUNE SK 我在导入那些硬盘的时候看一下那些硬盘是不是我之前取的名字 它的大小啊什么的 是不是都一样 那我直接导入就OK了 那这个这个就是完全的直通的成功 那我前面要讲的有点细 然后看起来很复杂的样子 但实际操作下来的话是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也准备了文字版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看文字版去操作 当然没有像视频版这样的一个细节 好那么谢谢各位观看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支持我 好各位拜拜